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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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联系哈 这周反过来了 他们来甚至有些弟兄姐妹很晚 给我来微信 说一定要储备粮食 说说我现在告急 你们要韩国告急 你们要准备粮食 准备一个月的哈 所以我们也昨天去跟师母去备了一些 备了一些 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也都做好 都做好这样的一些预备的工作 然后我们在昨天在CacaoTalk 里面发的 一些必备品 这些希望大家能够去买一些 放在存在家里面 他存在家里面 可能很多我们上班的弟兄姐妹还好一点 已经很熟悉韩国的生活 和这样的工作 并甚至有一些有家庭还好一点 那么特别我们雨学院 还有我们在这里为了复学 回来的我们弟兄姐妹们 爸爸妈妈也不在身边 很担心很害怕 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都都能够 刚强壮的 仰望神 我们也为大家祷告哈 然后真的有什么突发事情发生 一定联系我们哈 我们今天我们最大的努力会帮助大家来 来引领大家的哈 所以希望大家呢 啊 联系我们 还有啊 我 我干事啊 我们传导师啊 各个校园的传导师啊 包括我们成人 主哈 有什么事情 联系我们的哈 啊 国豪传导师 或者我我们最大的努力 我们一起来解决啊 真的愿神保护啊 那么今天呢 啊 我们继续来 分享灵修哈 很多人问这是哪里哈 是我的办公室哈 不是我 昨天是我的位置 因为周一没有人 今天早上呢 陆陆续续 已经有很多的牧师开始上班 从成岛开始哈 已经出来哈 已经出来 所以呢 他们在说话呀 走动啊 所以我到我们商谈室前面的啊 我们办公室前面的一个小的商谈室里面 在这里面来录制哈 来录制 呃 那么我们可能有点不专业哈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哈 我们也第一次来做这个呃 视频哈 录哈 我们都是用手机在录哈 啊 不是不专业 就是根本啊 就没有专业哈 对这个不了解 希望大家呢 啊 多多的原谅哈 然后多多的为我们祷告 也多点赞哈 多点赞 啊 来鼓励我们瓢星传道师 还有很辛苦的制作的这个 呃 宇恒传道师哈 也鼓励我哈 我们彼此鼓励 彼此祝福哈 求神保守 我们今天呢 哈 来继续来分享这个灵修哈 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五到二十四节的哈 内容哈 十五到二十四节的内容 我们一起来啊 读一下哈 啊 你们若爱我啊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来 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还有不多的时候 世人不再看见我 你们却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 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必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犹大问耶稣说 主啊 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 不向世人显现呢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不爱我的人 就不遵守我的道 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 乃是猜我来之父的道 那么今天的经文 一开始耶稣说了一个这样的话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我们说爱神 我们说爱耶稣 那么正如果来证明出来 那么我们说 有的人说爱我父死 然后有人说我奉献 我努力的学习圣经 都正确 都正确 但是最根本的是什么呢 是听耶稣的话 听神的话 不是分辨的听 我喜欢的我就听 我不喜欢的就不听 只要是耶稣的话 我都去怎么样 听都去做 这才是真正的怎么样 听他的话 就是在这里面说的 遵守我的诫命 这才是真正的爱主 很多的时候 有我们很多不理解的 有很多我们无法接受的 但是即使我们不理解 不接受 我们情感上 无法接受这个 他的话 情绪上无法接受 但是是因为是耶稣的话 因为是神的话 所以我们去听顺从 这才是怎么样 爱主 这才是爱主 这才是真正的 遵守主的命令 那么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 也有一个 真的门徒们无法接受的 其实昨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这个使徒们 真的无法接受 耶稣说我要离开 耶稣说我就是 到了这里生命 耶稣说我 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这些使徒们开始混乱 他们无法接受 耶稣是要讲什么 来到耶路撒冷了 你要作王 但是你在讲什么 你总说要死 要离开 所以无法接受 无法接受 所以耶稣不断地强调 无法接受 你们也要去遵守 你们也要去听 那么今天的耶稣 讲的是什么 耶稣说怎么样 我要把 十六节说什么 另外一位宝贵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 怎么样 同在 耶稣说我要把 宝贵师给你们 我离开你们 不是离开 我要把 另外一个宝贵师 宝贵师的意思就是说 保守 看顾的 意思 耶稣用了另外一位 赐给你们一位 怎么样 宝贵师 耶稣是宝贵师 带领他们的 引领他们的 保护他们的 另外一位 那么耶稣走 代替耶稣来 帮助他们 保守他们的 另外一位 耶稣要 让上帝来 拆派给他们 那么这位宝贵师 是谁呢 就是真理的圣灵 这是圣灵 三位一体的 神的一个 另外一个位格 圣灵 要把圣灵 拆派给我们 让他 与我们 同在 耶稣的离开 不是离开我们 耶稣 走了 把宝贵师 圣灵 拆派给我们 让他们 让圣灵 与他们 一起怎么样 同在 圣灵 其实就是 来到我们里面的 以灵 进入到我们里面的神 以灵 进入到我们里面的 耶稣基督 圣灵 神他自己 以灵 进入到我们里面来 我们要相信 耶稣说 我不是撇下你们 我有一孤儿 圣灵 与我们一起同在 各位弟兄姐妹 圣灵 在我们里面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圣灵 内住在我们里面 神在我们里面 耶稣在我们里面 请大家有这样的确信 今天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在这样的 瘟疫当中 恐惧里面 你不是一个人 爸爸妈妈都在中国 我们的亲人在国内 我们自己在这边 真的很害怕 但是我们要知道 虽然我们的 爸爸妈妈 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的亲戚 他们都在国内 我们只一个人 在这里面 但是我们要知道 最强有力的 保护者 神与我们同在 他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的小的房间里面 他在保护我们 看顾我们 保守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神 他与我们一起 耶稣让我们相信这一点 然后第二个 在这里面说 那么他把宝灰是圣灵 拆派给我们 把宝灰是拆派给我们 他在内住在我们里面 第二个是什么呢 他来了 然后让我们能够怎么样 知道 相信 耶稣的救恩 相信耶稣的救恩 就是18到20节的经文 要相信 耶稣说 我要死 我要复活 然后我要 与你们一起 永远同在 圣灵来了 他就会让我们 怎么明白这一切 让我们会明白 让我们来怎么样 相信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相信 耶稣爱我们 为我们死在 死之架上 我们要相信 耶稣战胜死亡的 全是复活了 我们要相信 相信了耶稣 我们也会怎么样 有这样的生命 永生的生命 怎么样 在我们里面 耶稣在我们里面 我们在耶稣里面 这样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是有天国生命的人 我们是有永生生命的人 圣灵在我们里面 战胜死亡全民的耶稣 在我们里面 我们要靠着耶稣 战胜我们里面的恐惧 战胜我们里面的软弱 战胜我们里面的忧愁 战胜这样的瘟疫 我们要靠着祂 圣灵 祂在我们里面 祂在我们里面 保护我们 看顾我们 看顾我们 愿我们弟兄姐妹 今天早上都能够经历 内住在我们里面的 这位圣灵 然后最后的内容 就是21到24节的内容 耶稣这一次怎么样 强调 你们要爱我 那么在这里面 耶稣要讲的是什么 那么圣灵会来 只会临到什么样的人身上呢 就是听祂的话 遵守祂旨意的人 听祂话 遵守祂旨意的人 所以耶稣在这里面 再一次强调 所以我作为我们弟兄姐妹们 真的相信耶稣 祂的每一句话 祂的每一个命令 特别特别我们 想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 就是什么 你们要钢强撞的 你们要钢强撞的 各位兄姐妹 耶稣说了你们要钢强撞的 如何钢强撞的 就是祂的话语 耶稣对约翠尔 上帝对约翠尔说什么 你们要钢强撞的 你们得怎么样 遵守 你们要思想遵守 我的话 我就与你们同在 所以这样的疫情面前 让我们多读圣经 让我们多默想 多默想神的话语 让我们真的通过YouTube 通过这样的网络 多听讲道 多听赞美 让神怎么样 让圣灵在我们里面 让圣灵活泼的在我们里面 这个时候 祂就会把祂的平安 钢强撞的赐给我们 祝愿我们弟兄姐妹们 今天一天 又能够在主里面 钢强撞的得圣 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祂与我们一起同在 祝愿大家今天一天 也能够过一个 遵守祂命令的生活 愿神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大家加油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哈利路呀 亲爱的父神 感谢祢今天 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 主啊 让我们都能够去 遵守祢的命令 听祢的话 真的爱祢 遵守祢的命令 圣灵让祢来恩高 与我们一起同在 充满我们 把祢的刚强壮胆 赐给我们 感谢主 赞美主 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